你们都不知道哪一波是什么问题 五秒后激活据点请选手做好准备 第一波说太久了 知道他们位置在哪的时候就应该把他们撞了 两个人在那个烂脸搜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把他撞了 再这样跟他们打的话就已经慢了 就不应该打了 完全没有打得必要 人家已经看着走了 别人的地友也过来了 我没有车 我没有车能往他打一点 武器补给箱以及火 都爪过去 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 蓝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 地友 在这里 蹲到我们 前方有危险 据点争夺时间过半 蓝队暂时领先 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 蓝队即将拿下据点 蓝队 神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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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彈牌 神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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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前往争夺 红队已率先占点 不想打车才真的 干嘛打着都不认真的 准备 我超 超级 这是物类的 他们就是有名的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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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过半,蓝队再去领先 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 红队的超神选手被终结了 闪掉 闪刀 ARD 冤死 卡 冘死 弈地 en 绪带 死了 四局三百 拉满就行了兄弟 最后十秒 蓝队即将拿下据点 比赛结束 蓝队获胜 排队 山长 山尔 山太植出 山沙 山上 山尔 山沙